大家好,歡迎回到NHK的廣東話軍事頻道節目 《軍武器言》,你的節目主持Larry 這一節不是世界巷的消息,亦不是烏克蘭戰報 這一節是之前想了很久的一個新的環節 找一些我叫做朋友仔,大家一起說一些軍武事情 都是開心的情況 這一節應該是第一集 所以第一集就聘請了一位叫做新職的朋友 但其實我看他寫的東西就看了很多年 一直都沒有機會認識他 最近有機會有機緣,認識了他也很開心 所以很快脫,大家也很心急 我就立即淡粗粗找了他做訪問 很nice,他真的肯答應上來,跟大家見過面 之前介紹過的,我們說到 他做這個軍事新聞都數了很多年 但當然他就不只是做軍事 但軍事新聞來說,都會熟悉的 所以今天想上來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不阻礙大家的時間,介紹他 Ryan,你好 你好,Larry,很感謝你邀請我上來 因為我平時看你寫的東西很多 聽你的聲音都真的很少很少 所以今天真的要多謝你上來 Ryan,你可不可以輕輕和網友 以前我們都介紹過你的 你有說到你在一份報紙裡面 也有很多不同的負責,不同的新聞 你可不可以輕輕地說一下 方便那些就可以了,可以說一下 沒有問題 我先說一下自己為什麼 對軍事有興趣 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 我很記得當年9月5集之後 美國出兵打阿富汗的 因為我小時候有看報紙的習慣 我很記得,忘記了哪份報紙 它有一個跨板 就很大蝙蝠地介紹美國會用的武器 我那時候一小時候一看就著迷了 這個應該是我對軍事一個興趣的起源 之後去到中學就開始沒有什麼再留意了 因為始終有其他興趣 我上到大學就主修國際關係 都開始再次涉獵軍事這方面的題材 大學畢業之後就在同學的介紹之下 就入了東方做 起初就負責做國際新聞的 兩三年前就開始負責做兩岸的 軍事就是近這幾年 是我比較著重會 自己個人會比較處理一個新聞題材來的 大概應該是2017年 美朝關係再到所謂緊張起來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我重新注意的 至於我平日 大家都可能會有興趣想知道我平日的工作模式的 通常我都是要處理網上即時新聞 和報紙那方面的 每天都是主要留意當日的新聞重點在哪裡 始終所謂人手的板位也有限 就沒有可能鋪天蓋他們所有新聞 所有軍事新聞都會處理到的 都是會選擇配合當日的取材方向 重點去處理的 因為我看到如果你們報社 你們出回新聞 我看到第一有個趨勢就是越出越密 尤其是軍事的訊息 都出得很密 第二個就是國際版面和兩岸版面 都慢慢趨向有少少同步 例如在兩岸看得到的新聞 其實在國際都看得到的 當然有少少分別 我看到有世民分別 這個大家沒有看開 就很難說不到給大家聽 不過最主要也想問一下Ryan 你每天要接觸這麼多新聞 其中一個就是大家做媒體 我也好你也好都很緊張的 就是那個fact check 那件事 我都不說你公司的方法 純粹你以自己的經驗去做 你怎樣去判斷一個消息 尤其是可能去到軍事消息 大家都說相當嚴肅 就是觀點的問題 而那個news有沒有發生到出來呢 你也要去尋找 尤其是我們講的烏克蘭戰爭這件事 很多真的流的大家都經常見 你怎樣去做那個判斷呢 我想fact check 這個問題 是近這幾年做新聞 比較棘手的問題來的 因為始終其實 始終牽涉到一個所謂的 觀點與立場問題 其實有些人就 就算經過所謂的fact check 之後 他始終都不會接受那個fact的 因為他始終有自己既定的立場 他有些比較極端的情況 他就是會挑戰回來的 那個fact check 是不是真還是假呢 至於我們做新聞這行 fact check 基本上是要憑經驗 還有要去判斷 究竟那個新聞的可信性有多大的 你正如提到俄烏戰爭的問題 俄烏戰爭爆發了一年多 在網上我們都看到很多消息的每一天 但是那些消息不論是來自俄方那邊發放 還是烏方那邊發放 我自己的做法就不會先全盤接受 起碼會先問一問究竟有沒有一個可疑的地方 因為始終他們可能是故意放一些不是8%真實的消息出來 去達到他們自己的訴求和目的 有時是資訊佔的一種 是的 沒錯 他可能想誤導輿論的方向 那麼我們做記者就 第一步就主要是看回他的消息來源在哪裡先 就是看看那個發放人 或者發放媒體 就是發放機構 他本身有沒有過往發放所謂的假消息的趨向先 那麼另一方面呢 就會自己去找資料去判斷的 那麼最後呢 就是會在社方面呢 就盡可能兩方面都會提 因為始終每一件事就是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每一件事都有兩方面的看法 沒有可能只有一方面的 那麼兩方面寫完之後呢 去將一個故事所謂 就去表達陳述出來 那麼但是至於外界或者讀者怎麼看呢 我就會傾向交給讀者自己判斷的 因為我覺得我做記者的那個職責呢 就主要是陳述回事實出來 那麼至於外界怎麼看呢 就很老實我是控制不了的 就算我把事實都說出來 如果你不同意那件事 你也是會不同意的 那麼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兩邊都說 那麼就看看大家怎麼判斷那件事 就交給讀者自己去判斷了 我相信這個是我們經常說記者 就是他將消息呢 就盡量以客觀的形式去陳述出來 其他要主觀做評論 就交給一些colonist 就是那些專欄啊 他們去再寫啊 那麼這個都是一個好的方式 就是給很多網友呢 如果你做documentation的時候呢 那麼一個很好的做法 我相信他們歸了檔 這個消息是怎樣的 那麼再怎麼評論就是另外一件事 還有呢 Ryan說起呢 我見你自己有主理twitter 嗯 那麼就 各位網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在後面呢 待會留言那裏打加一 那麼如果我見到 人數入到差不多 我們呢 就出回Ryan那個twitter 我想Ryan不介意的嘛 就是多謝你 沒有不介意 不介意 我都公開了 歡迎大家追蹤 那麼我就 就是就是 記住Ryan那個twitter 大家記得有空的數字 因為他都上面有很多東西看 還有我推出了很多其他的 都著名的 還有都蠻credible的 蠻可信的 一些的 一些的作家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但是呢 我也想問Ryan 就是現在網上 這個年代 你知道人人都做傳媒 嗯 就不是你說以前傳統的 姊妹啊 或者一些 prane的media 現在的non-prane media都很多 嗯 例如我們軍武器 已經是一個media了 可以叫做 那你怎麼看 現在呢 個個都可以在twitter上面 撲消息 就是都telegram 都可以擺 那你怎麼看 就是現在那個網絡 人人都是做了 那你覺得對你們第一個 就是做消息來說 會不會出現一些干擾 或者一些障礙會出現 因為太多了 這些消息 那怎樣去判辯 真是一件事 但是有時就是問題 就是 當個信息海這麼大 你出的消息 都是被溝淡了 就是在這麼大的墳墓裡面 那你會不會感受到 現在做新聞呢 和以往比較是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我不要說互聯網不普及了 就是你做事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互聯網 因為你不和我的年代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 沒有那麼多twitter 那麼氾濫的消息 那時候做呢 就是你覺得 有沒有什麼分別 還有你覺得 那個困難的地方 或者你覺得 有機會的地方 就是在哪裡 我想 其實最大的困難 是一種壓力 就是正如你所說 其實現在 你有手機 你上到網 其實你都可以做記者 就是轉發消息做記者 那就是 其實簡單來說 是鬥快 那新聞這行 其中一個 就是我認為 就是新聞就是 快靚正 那麼快 是其中一個好處的因素 那麼既然現在 人人都可以 開twitter 開telegram 開facebook 去轉發消息的話 那麼其實 對於我這個 就是在做傳統媒體的人 來講 我會覺得 在壓力之餘 也是一個動力 就是壓力 就令到我 就是會比較辛苦的 這個是真的 每天上班 就是做新聞這件事 那麼動力 也都是 令到我去 就是 盡可能得到最快的消息 所以說 是不是一件好事 還是壞事 我覺得就兩邊看的 那我就自己都 坦白說 就很享受的 因為始終 我也比較想知道 最新的消息在哪裏 去告訴讀者 至於跟我之前 那個 就是 Twitter有沒有 那個 前後對比 那因為我都是 入行了十年 的了 那基本上 我是差不多 入行了兩年之後 才開始 比較主力做 網上新聞的 那我都覺得 其實是 那個工作模式出現了很大的 變化 因為以往 就可能我們是 所謂坐在那裏等消息來的 因為有那些通訊社 就是美聯社 發生社 路透社 他們會有一些 通訊社的稿給我們 但是現在變相 是我們不可以只等了 因為其實基本上 我發覺 其實很多這些通訊社的消息來源 我在網上都可以自己找到的 那麼與其坐在那裏等 不如為什麼不可以自己所謂 主動出席 主動去玩 是 沒錯 那一來就快 二來就有一種 小小的滿足感 就是以往 我覺得做不到的事情 其實是原來的 我用另一個方法 都可以做到的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互聯網Twitter 這個出現 其實有好有不好 好就可能是另外 有所謂有少少進步 起碼都 不好的話 就是個人感覺就會比較辛苦 每天上班都會 是啊 因為現在變相搶的消息 要很快 我們做YouTube 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也不可能不鬥快 但是你又不可以太慢 你的消息 如果出了48個小時 你都沒有說 都已經是 全世界都聽完了 你有幾精筆的建議 大家都未必有興趣 這個都是做媒體的那種壓力 但是快還快 就是剛才你說的 Fact Check那裏 快得來又要漂亮不正 所以那個位置 我們都感受到有幾個困難 不過我們又講另一個位置 講到就是你那個版面 因為我看到你有做國際 但是我看到兩岸的消息 已經佔你們國際版面 都幾多 因為以往我看 你們國際版面 真的是國際的 兩岸版面 就真的比較多 兩岸有很多 其他這些古靈精怪的 大家知道 兩岸中國人的東西 真的特別搞笑 但是現在看到 軍事的版面 兩岸那邊都多了 也有些已經滲了 到國際的位置 所以我想說 其實現在 你怎麼看 就是國際上的衝突 你覺得 除了第一 就是大家都本身 在新聞的角度 就喜歡提Bad News 如果看Good News 就沒有人提新聞 其實 因為新聞裡面 傳媒消息 衰得說 也是這個項目的 也是血腥、衝突、撞擊 那個impact越大 就越多人看 大家也很清楚 這個原則 你覺得 現在究竟是 新聞界裡面 一種操作 他把那些不好的消息 他特意把它放大 還是你覺得 都不只是這樣的 雖然這個 也可能是少少 那個nature 但是 可能這個世界 都真的亂了很多 因為你都出了十年 你覺得 都很有經驗 這個行 你覺得 現在這個世界 變成怎樣 我突然很受了肺 整件事是 你覺得是越來越亂 還是你覺得 是不是中國的崛起 尤其是軍事上的崛起 第一 令你們的版面 要擴充 我真的見到 你們兩個的軍事 多了很多 你覺得 你怎麼看這件事 這個問題也很闊 你也可以怎麼發揮 都可以 我先說我怎麼看 現在的局勢 我個人來看 是覺得 只會越來越亂 中美的角力 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由此始終 中國那個 所謂的大國崛起 怎麼都會對美國 過往那個 既有那個 主導地位 構成一個 比較嚴重的挑戰 這方面 可以看得出 在軍事 政治 經濟層面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 接下來幾年的局勢 坦白說 我自己就不是太樂觀 起碼不會變好 可能是 持續 這麼差 先的局勢 至尊會不會再變差 我個人就很難擔保 因為始終 這些牽涉到很多層面 除了中美之外 就是歐洲那邊 那俄烏戰爭固然重要 那俄烏戰爭的 我的看法 就 有機會是變成一場 持久戰的 因為始終 俄羅斯一定 俄羅斯和烏克蘭一定不會讓步的了 美國和北約 我個人的看法 是他們不會再進一步去介入這場衝突的 因為一旦美國和北約 所謂再深入一點去插手的話 俄羅斯會不會有更強烈的反制呢 我個人就不排除這個可能性的 有可能令這個烏克蘭戰火去燒到其他東歐國家 所以整體來說 看著歐洲和印太這兩個地區 所以 未來的局勢 我自己的看法 就比較悲觀一點點的 至於那個 板位問題 因為始終 剛才牽涉到中美 簡單來說就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所以我們處理新聞的時候 特別是中美 就很難分得開 究竟一單是屬於兩岸的新聞 還是國際新聞的 因為在全球化之下 你都很難去有一個明確的界定 牽涉到中美這裡 所以我平時處理中美新聞這些題材 都會混在一起寫 我覺得有一個尷尬的 例如以往說中國的軍事 你放兩岸版就很正常 對台灣 但現在台灣的問題 都變成了國際問題 如果你純粹只放兩岸 而國際版大家看不到 又真的錯過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這裡網友也是 不是每個對兩岸的問題 都特別有興趣 但你說國際間就不同了 就是把台灣的race出來變成國際 大家看到了 包括很多外長都支持台灣 包括捷克、德國 大家都很清楚 包括法國馬克龍之前 搞了一窩捉出來 就是講台灣的問題 所以這些位置 是不是現在你們多了 同事的功夫 都放進台灣的問題上 台灣肯定是他們工作的重點 因為很明顯看出 歐美他們加入台灣 只會是越來越頻繁 越來越多 就不會減少 變相跟北京那方面的衝突就會增加 所以在報紙那方面 台海都會升級到一個國際層面的問題 不可以單純就這樣看 北京和台北之間的所謂的對視 一定要整體環球去看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在歐美插手台灣問題的同時 其實北京也可能在其他問題 作出一定程度的反制 所以變相 令到這個 所謂的 中國人的內部問題 就進升到一個 全球性的議題 例如 最近大家都很喜歡講晶片 講到晶片 就牽涉到 手機、汽車生產的東西 很難再把它 限死在一個 兩岸的新聞上 所以台灣問題 現在一定是去到一個國際層面的了 所以在版面處理上 我們都會將它多傾向會放在國際那邊 還有一個做新聞的原則就是 我們各方的立場都會寫的 所以一牽涉到台灣問題 我們會寫中方的立場 台方的立場 美方的立場 所以就 不同以前的了 現在台灣問題 一定是去到國際層面去處理的了 是啊 還有 Ryan 我也有留意到 你們多了寫南海 你們寫南海這邊的問題 都多了不少 也有講到 剛才你說兩邊都講 我們舉個例子 例如美國執行這個自由行業任務 FONOP 執行這個自由行業任務 大家都留意 一是藍沙 一是西沙 那藍沙的反應就沒有那麼大的 熟悉的網友 聽到我們知道為什麼 不特別講 西沙那邊的反應比較大 另外中國的反制力度也比較大 我們經常都見 你們都會出帖子 就講中國那邊一定是有 南部戰區的發言人出去講話 有時候去到大教級 都很高的了 其實就去講話 有時候就說他們拘離了美國那邊 然後美國那邊 以前也少出聲的 但自從這一年大概 這一年經常都說拘離了第七艦隊 他們覺得不是一個確實來的 所以他們一定要 第七艦隊那邊有時候都會發聲 我見你們兩邊都有說的 這是我可以做一個見證 我看到你們兩邊都會遮蓋這些新聞 所以我想說 中國這邊我看到你們 都多了去遮蓋海軍的消息 其實我都純粹私心問一問 你有沒有偏心的呢 我看到你真的 比較多的新聞 都是跟海軍有關係的 比如我們做一些軍演 軍演我們經常都見到 然後看到南海的衝突 一些魚台等等的位置 Ryan 你是否偏心經常都說海軍呢 個人立場 我對軍事題材的興趣都是傾向海軍那邊 這個是真的 但是 我是比較會洩裂一些不同國家的海軍 不是只限死美國或者中國的 我們對關於海軍的題材有興趣 但是在工作立場來說 因為海軍是可以到處去的 也是一個所謂的力量投射的很重要的手段 所以 特別是中國 又對著東海 南海 再遠一點 就是菲律賓海 西太平洋 所以海軍的動向是要比較留意的 就是我們要起碼 理解或者讓讀者知道 中國海軍在哪一個海域有演習 有活動 你的海軍又在西太平洋有什麼部署 這方面我們會比較著重一點 但是就不代表我們是不理其他軍種的動向 例如空軍 解放軍最喜歡說就是 飛去台灣巡航 飛出第一島鏈 空軍都要留意的 另一個軍種我個人認為都要留意 解放軍就肯定是火箭軍的 因為始終他配備的彈道導彈 很明顯是針對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的 所以這三號軍種其實都要留意 不過老實我都很承認 海軍我們花的時間會比較多 是啊 當然是講笑這樣說 因為事實上海軍 大家看到全球化之下 你只有海軍可以透送的力量 就是無遠分界 空軍也有限制 國際關係你去不了空軍基地 空軍始終都邊場莫及 但是海軍又不同 海軍自己有個支持力 有補給 你到處去都可以 這個都清楚 還有Ryan也想問一問 不要說刁鑽 又不是尷尬 亦是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做新聞一定是討論新聞價值 有些新聞 沒有說誰比較重要 還是誰比較重要 但始終 讀者就是你的老闆 尤其是今時今日 你們也是一個商業機構 也需要廣告 所以廣大的觀眾群 他們的interest 就是你們的interest 所以說到尾 如果你們去做新聞的時候 其實你們留意些什麼principle呢? 我自己是有看到你們 那些online的報道 旁邊有view數 他們說了多少人看了 那是不是你們有時候 第一,你們都要就著觀眾口味去tune 那一定很廢話 但是你們怎樣去平衡 新聞本身的重要性 原則性 有些是不有趣的 可能是說一些國策上的轉變 很多人看不到 可能你們看到 一些文件公開 原來國家政策變了 例如說 可能不首先使用核武 可能國家已經變了 假設 但是你不說 沒有人知道 但是你說的 預料沒有人看 那麼沒有人看的新聞 還是不是新聞呢? 就是第一個 我們經常都會很關注原則 但是第二個就是 那view數你都要養得起 就是養得起報社的 那有時候會怎樣去做取捨的位置呢? 我想這個也是演出到新聞 那個選材原則先 我想做記者第一個原則就是 要將最新的消息說給讀者先 至於那宗新聞本身有沒有趣呢? 其實都是其次的 但是我也是承認那個view數也很重要的 那有什麼例子呢? 就例如烏克蘭和俄羅斯糧食的出口協議 聽起來就好像很沉悶的 但是如果你想深不沉 你就會發覺一場在歐洲的俄互戰爭 影響到全球的糧食價 你可能在香港都會感受到 那段時間那些糧食明顯是比以往貴了的 那這個例子其實可以證明得到 就算那宗新聞聽起來好像很悶 但其實是對你有一個切身的影響的話 那這個是一定要處理的 那至於另一個原則呢? 我想就應該是會對那個重大局勢有影響先 就是首要就一定是中美的了 那所以我們都花比較多的時間 在處理中美關係的那些新聞那裡的 那但是也正因如此 那中美又牽涉到其他國家的 那所以就變相處理的新聞會比較多 嗯,好啊 其實要問Ryan的問題是多得狠的 但是AIRTIME有限 所以我們就留到這裏先 我們就留待下一次 可以再坐下來跟Ryan去談 因為Ryan也很忙 經濟性也要做夜間等等 而且你們報社出新聞也是很快的 當然,我們都是經常那句 輕輕得罪其他同事 其他版面你真的不用看了 即是那些藍極圈那些 你都不用看了 這個年代,對不對? 那其實你問我 我真的覺得國際版 大家都更值得去看一看 還有呢 我們會在下面留下 Ryan的Twitter那裡 所以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有時候可以去Twitter你 可以跟你去吹水,聊聊天 可以,可以 我歡迎大家和Twitter互動 是的,沒錯 好,謝謝Ryan 希望你更多時間 可以上來NHK這邊 多一點交流 或者其他等等 好 沒有問題 沒錯,謝謝你 好 大家記得幫忙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LIKE 以及按鈴鐺 第一時間 就可以收到節目的通知 以及當然 你可以透過PATREON 訂閱 就可以支持我們軍武器言 也可以透過 我們講本地的情況 例如我們講轉數快 或者我們講Payme 等等支持我們 好,我們在其他世界防衛消息 還有,我們在節目上和大家再見 拜拜